美联社当地时间9月18日报道 美国海军正从过去一年在红海的作战中吸取教学 定向乌克兰在黑海的行动学习经验 为将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 报道称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毕萨·弗兰凯蒂 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介绍了一项新的计划 行目的是应对五角大楼所谓的关键国家安全挑战中国 弗兰凯蒂在采访中提到了台海冲突 称其非常关注2027年我们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报道称 美国海军的新计划于当地时间9月18日发布 包括消除舰船仓库维护的延误 百善海军基础设施 招募新兵 使用无人机和自主系统等七个优先目标 弗兰凯蒂表示 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 是让80%的部队能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比变在需要时进行战斗部署 如果国家召唤我们 我们可以按下出发按钮 我们可以调集我们的部队来响应召唤 报道称 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控制海洋 弗兰凯蒂表示 美国可以向乌克兰学习如何使用无人机 空袭和远程无人舰艇限制俄罗斯船只 在黑海西部的活动 保持关键港口的开放 美联社称 美国海军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拥有更强大的海军力量 但这需要通过与美国陆军 空军太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更有效的合作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也清楚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国会的财政限制 报道提及 中国军舰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 毕竟未来也会一直超越 报道指出 美国海军宣布这些目标之际 美国领导人正小心谨慎的处理对华关系 一方面宣称要保卫台湾 另一方面又努力与北京保持沟通 防止出现更大的冲突 此前美方和台当局多次炒作 2027年是中国大陆攻台节点 对此中方已多次做出回应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今年3月表示 对于美军人员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吴谦大孝强调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 将以时刻准备着的战斗姿态 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